面对中共基建的威胁 那台湾是一个和平的国家 我们不主动求战 但是也不能确战 在面对共基共建的威胁的时候 我们国土安全重要 但第一线的国军弟兄的安全 一样重要 所以这几天我们国防部把 所谓的国军的第一级呢 把它定义为自卫反极权 那这样的改变呢 我们原来的经常战备时期 突发状况处置规定 其实有一定的接战规定 比方说在发现敌机过来的时候 是从发现、识别、拦截、警告 而警告之后呢 对方仍然不脱离这个环境的时候 才会经由授权予以开火摧毁 这个是我们原来的战备规定 那目前国防部把这一个自卫群 再度提升到更明确的方式 也就是面对共基共建的开火攻击 那授权给第一线的指挥单位来做处理 不要犯不必要的愚蠢错误 第二个对于我们国军弟兄的安全 当然也是一个保障 而不是在第一线背着这个实弹 但是呢必须听指令才能进行回击 这一方面是让共军的压力提高 让解放军知道 你骚扰台湾插枪走火的时候 我们国军一定会回击 那二方面呢也让我们第一线的弟兄的安全 可以得到保障 免得一直原来要请示到 参谋总长国防部长授权开火的话 这个作业流程每增加几秒 对于在空中在海上的国军弟兄来讲 时间有时候是性命攸关 所以简单来说我们国军本来就有一套 在平时的时候面对突发状况的 应对的标准作业流程 以及作业的时间地点 领空啦ADIZ 而现在呢把自卫权 自我防卫的第一级 把它定义的更明确 而且授权给军种的作战指挥单位 让共军的飞机跟船舰 如果对我军做挑衅式的开火的时候 授权各军种来做回击 我们不挑衅不求战 但是敢欺负我们国家的话 敢对我们国军开火的话 绝对会回击 这个讯号要清楚而明白